曼入第十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在昨天晚间盛大点灯开成 主灯秀首次结合了迪士尼的经典童话 打造了全台唯一的迪士尼3D光雕镣投影秀 再搭配着迪士尼的全新编曲让大家感受迪士尼盛宴 而今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还结合了48座灯饰装置艺术 现时52天的耶诞城系列活动要让民众一路玩到明年 而新北市长侯友谊也表示 在去年有600万人次造访 不过今年因为考量到疫情严峻的关系 呼吁民众也得注意防疫措施 2020年新北欢乐耶诞城13号晚间盛大点灯开成 今年的主灯秀首次结合迪士尼经典童话 融入像是白雪公主等知名童话元素十分吸睛 全台唯一的迪士尼主题搭配3D光雕秀 第一支公主片正式首映 使用33台高端投影机和3万流民照亮市府大楼 另外还有使用6盏雷射灯和18支光束灯 点亮耶诞主灯 要让迪士尼童话的角色运上新北地标 面积最大最广的这个灯光绣光 主灯就360度 创造3万平方公子的环绕灯光光雕秀 充满浓浓耶诞气氛的新北欢乐耶诞城去年吸引600万人次造访 今年多了迪士尼经典童话的主题加持造访人次可能更胜以往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向大家喊话别忘了防疫 因为疫情没有过 记得没有办法保持适当距离 一定要戴上口罩勤洗衣 2020新北欢乐耶诞城将从11月13号直到明年的元月3号 限时52天的耶诞城系列活动 加上48座灯饰艺术装置 要让民众玩个过瘾 记者中文报道